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就在最近几个星期 美国川普政府一再地批评中国贸易政策的时刻呢 中国派出了中裁办主任刘鹤访问美国 作为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的访美之行 能不能够缓和近期以来美中贸易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呢 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来进行点评 秦县人您好 您好 是 跟我们谈一谈啊 作为习近平最信任的一个核心人物 我们知道刘鹤他今天就要抵达华盛顿 来和美国的高级别官员来举行会谈 那么您认为习近平选择派刘鹤来访问 他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 在全国人大即将召开之际啊 新一届中央中国中央政府马上要出台了 要上任了 然后这个时候习近平派亲信刘鹤访美呢 我认为向美国政府示好的意味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 因为众所周知 现在中美关系呢 是非常微妙 甚至尴尬 那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和国防部的报告 都把中国列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 中美关系呢 出现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特朗普政府呢 也实现他竞选前的一个承诺 就是要对中美贸易失衡的 逆差过大问题的展开行动 不久前呢 对金口 美国金口的一些 太阳能电磁板 还有洗衣机呢 趁以高关税 马上对那个钢材和铝材呢 可能要展开行动 这样子中国呢 其实非常紧张 他非常不愿意看到说 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 中方派了多轮的正式的 或者非正式的代表团的访问 美国试图游说美国政府呢 改变这个基本决策 但是基本上都是失败而归 所以这一次呢 派刘鹤过来呢 我相信 他一定是为了缓解 中美关系的这个紧张关系而来 谢谢 那秦选 您认为刘鹤能够成功的达成使命吗 那么很多人认为 刘鹤此行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能够促进 美中两国就经贸问题 来展开高层的会谈 您觉得他有可能达到目标吗 刘鹤呢 现在是中国自主可热的一个政治人物 不光是中共中央政治约委员 还是仲裁办的主任 也可以说是 经济金融政策的一个主要制定者 那中美关系 现在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 靠他一个人过来 我不是很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关系不光是经济问题 现在这个经济问题 我认为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背后还有政治问题 比如说 美国现在很急所的一个 朝核危机问题 需要中国去切实的 去帮助美国 站在美国一边去解决 如果说中美关系 在朝核问题上 达成一个信任的话呢 可能这个经贸关系 这个贸易争端 可能迎刃而解 当然 尤合此次前来 可能也带来一个大礼包 比如说 继续去开放中国的市场 包括特别是金融市场 然后加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甚至可能说 还有 加大对美国基础设施的 一个投入支持 另外呢 对美国非敏感领域的 一个投资的支持 但是这些美国政府 可能不太会买单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说刘鹤现在 作为习近平的特使 传达这种习近平 积极的向美国修复的 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信号呢 可能对现在的一个贸易紧张局面呢 会有所缓解 可能在两会之后 新一届政府出台之后呢 可能有更高级别的这个官员 在访问美国 谢谢 是 您认为还有更高级别 不过我们就来看看刘鹤 因为最近就像您说 他确实是一个很热门的 中国政治人物 那么有广泛的传言说 他可能就在下个星期召开的 全国人大会议上会获得任命 要来出任中国国家的副总理 还有央行的行长 那么现在您刚刚也听到了 我们节目开始以来 一直在探讨的就是中共民意修宪 要为习近平的无限期掌权 来铺路之后 很多人都想知道 作为习近平的亲信 刘鹤未来在习近平的内部圈子 他将具有多大的影响力 您怎么看刘鹤他未来的试图发展 那么他的发展 是不是对现在的总理李克强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威胁呢 关于中国高级官员的任命 一直都是中国高层逆步 向海外放风 或者是叫舆论的试探这样子 而如果刘鹤比如说 他出任负责经济事务的 这个专职副总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高 然后他还可能出任一个 金融稳定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总览一行商会 那另外说央行行长我个人觉得不是 可能也很小的 因为央行行长他在中国 虽然是个技术官僚 高级技术官僚 但是中国这个经济决策里面 他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而且随着中国这个经济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他的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可能随时会爆发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央行行长可能是个烫手山鱼 可能会成为退阶羊 那对于说李克强来说 在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里 他的很多本来掌管经济 这个事务的职权都被习近平先生拿走了 所以我相信在新一届的政府里面 刘鹤可能位置可能会越来越重要 李克强先生可能并不会跟他去争这些权利 我个人观察是这样子 谢谢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秦伟平先生 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 谢谢